大家好,我是白天防车人晚上干凡人的明知探拳头 说好收藏过千周五按时上线的凡人休闲传灵界篇来啦 上期说到天鹏大招老金月和韩力密谈 金月查看被韩力烈化的风雷赤 风雷赤融入了昆蓬真圣陵羽和天凤之灵 天鹏族原本是昆蓬真王后人 综上所述,韩力这也算是天鹏族人了 金月想让韩力成为天鹏族圣子 这不就是想白嫖韩老魔打辅助位吗 给族内要通过各族考验的圣子做护法 当然金月也不会亏待韩力 韩力可融入部分昆蓬真血,且另有重谢 金月给韩力三天时间考虑 韩力告辞离开后,时无出现美妇和赤虚老者,续长老 俩长老觉得韩力冒充圣子有风险 金月解释,天鹏族自己最了解人族 人族大半神童都在修炼法宝上 强行抢到手,远主人痕迹也难去除 圣子试炼迫在眉睫,没时间找其他人 况且已在韩力翅膀上留了后手,韩力也逃不掉 与此同时,韩力离开途中,戏盘困拒 逃也逃不掉,风雷翅被金月注上标记 行踪已经暴露,唯一办法提条件互换 韩力去圣食食物,翻阅书籍一日一夜 了解对方,回住处闭门到第三日 顿向交易大殿 这里很多天鹏人进出十分热闹 门前守卫见韩力恭敬行礼 韩力直奔附近广场,青石柱子密布文字 石柱上滚动文字都是物品名字,好家伙,机场户机瓶同款啊 韩力看到石柱上有想要的青螺果,是圣药天罗丹主材料 韩力如果增十年法力灵丹,配合天罗丹混同服下的话 有一定概率增加12年到15年间修为 韩力想购买青螺果 店主说想要青螺果,需完成自己的一个任务 然后就叭叭叭说了一堆 韩力接下了,帮忙收服雷属性零售的任务 等老板组队完毕后再行出发 韩老婆这次交易会收获颇丰 再寻另外两种灵药,韩力就能凝化法相真神 韩力第三日一月来到金月阁楼,答应加入天鹏组 但有两个条件 第一,要一例昆鹏舍利 第二,要在天鹏之士付卷上留名 持续老者直接拒绝 天鹏舍利一共十几个 都是本族历代大长老作画后生物,没法给 再者,天鹏之士付卷,本族一共三份 没多少地方可以留名,走不到 而且关键是,如果韩力签了天鹏之士 除非犯了大错,不然他们本族人可就不能动韩力了 韩力开始嘴炮输出 服下舍利才能掌控昆鹏之力 才能装扮贵族圣子不被识破 而且自己有昆鹏之语和昆鹏真血 有资格在副卷上拥有姓名 天鹏族若失恋中没出现一名圣主 会被非灵族其他强之吞并 相比起来韩力的条件并不过分 金月只得答应韩力条件 但提出要另签写士 失恋后没出现圣主 天鹏人可破除天鹏之士 灭杀韩力 韩力犹豫了一下 最终同意 他走后 少女安抚俩长老 别看韩力 中阶非灵将修为 实际有初阶灵帅以上神通 有相当把握助圣子通过试炼 现在要担心对手试炼中动手脚 而且天鹏之士 只是限制本族人对韩力动手 想杀韩力还是有其他办法的 持续老者和美妇这才放心 韩力得到了 第九代红云大长老舍利 此长老应自己独创的金哲神通 发疯而亡 死因蹊跷一只存放密室 舍利里面除了昆鹏力外 还混杂着临死前神念力 被吸入恐流有后患 所以没人敢恋话 我就说怎么这么痛快就给韩力了 两日后出现巨大青鹏鸟影 双翅一闪 青霞画锋刃 玉台天鹏族三人脸色大变 没想到韩力融合昆鹏真血 除用红云大长老残存舍利 变换出鹏鸟真身会有这般神通 空中巨鹏一收双翅 韩力现行 胸膛露出真圣法相的圣子标志 其实红云大长老舍利中 残留神念及其凶暴 若不是韩力有大眼觉 后患无穷 但也只能暂时镇压 之后需花费几百年才能炼化 舍利残存部分煞气 还好 韩力凡胜真魔功也克这个 韩力看着胸口 青色捧鸟图案 实际叫金哲法相 收获金哲十二般变化功法 理论上能变化十二种真灵形态 韩力现在只掌握三种口诀 这红云大长老也算是天才 自创金哲十二般变化功法后 由于神念和肉身无法跟上 最终遭到真邪反噬 发疯死去 但韩力却意外突破瓶颈 达到化神后期 一日后是和万雷坊店主约定时间 韩力奔向交易大殿 青罗果这次势在必得 店里除了店主 还有黑甲大汉和阴柔青年 两人都是炼须初期 具有雷电神通 可朱力店主降服灵兽 店主带三人到圣城偏僻角 让两个手下外面放风 人走入建筑 私必悬挂几张泛黄山水古画 店主走到须弥洞天图前 拿出一幅一样的山水古画 须弥洞天图是五光族制宝 五光族一共只有七套 店主解释自己这图是瑕疵品 当初五光族利用五色孔雀灵骨 炼制十套须弥洞天图 其中三套炼制出现瑕疵 功效大减流落其他族中 店主有幸得到一套 须弥之物是韩力道灵界 最想得到的宝物之一 独立存在可随身携带 是真正的空间宝物 店主一斗手中画卷 卷轴放出光辖进入墙上画中 强化喷出霞光 几人原地消失 韩力再睁眼 已身处虚迷洞天图空间 几人出现在灵兽所困三层楼前 中心竖着81根 粗大铜柱 铜柱黑色电弧组成囚龙禁制 为了让韩力几人见识雷兽威力 店主将豪芒兽抛入铜柱顶端 雷兽瞬间施展三种 雷属性神通 没想到全被黑色电网接下 店主解释大镇专刻雷属性 雷兽再厉害也无法挣脱 韩力几人追问雷兽是什么灵兽 早年店主几处一族地游历 某高人作画意外得到 从真仙界流传下来 灵兽培育秘术 其中记载雷兽催生秘术 雷兽是店主 采集雷电秘术催语 雷电诞生雷电之灵 店主花费大半生成功一支 韩力三人听到雷电之灵 各怀鬼胎店主开始布置任务 变化尽致暂控雷兽 韩力三人需持续注入雷电之力 直到店主说可才可 否则前功尽其 韩力三人一键三连表示同意 五色雷狐和韩力三人雷电之力 Buff加成 雷兽虚影被绿丝包裹吸入木牌 店主封印雷兽惊魂 收回绿牌大功告成 韩力三人收回各自雷电力 就这完事了 店主表示会轻负酬劳 青年和大汉打席 手抓木盒 韩力双目蓝芒一闪看穿一切 木盒变成精灵以雷珠之暴 青年和大汉倒地不动生死不知 韩力雷袍吸进雷珠爆裂白芒 一盏风雷翅原地消失 韩力闪现店主头顶 金光斩断铜柱 破坏禁止 店主倒退 和雷兽肉身共同夹击 韩力不管店主什么意图 只想拿自己应得的东西 其余可全当没看见 店主已消耗大量惊喜 就凭未成熟零兽 还能留下寒跑跑 韩力说完开始技能展示 什么蹄魂兽变身恶鬼 72口金色小剑 三头鹿臂凡胜真魔法相 漆黑如墨的原刺神山 五只迷你骷髅头 青色彭鸟和五色天凤的虚影 这句问你怕不怕 店主坦白自己没有青螺果 只有果盒了 宝物是用秘书幻化出来 韩力早已看穿谎言 店主皆是为了催于雷兽 果肉已用掉入药 店主会赔偿几块极品零食 韩力收好果盒和零食 要下青年和大汉 走了 店主吩咐俩手下 卷铺盖开溜 传送离开圣城 去五光族 变身城 儒雅中年人 继续坑人 韩力飞到无人建筑 收起原刺神光 大汉和青年两人算走运 要不是韩力担心 牵连自己才懒得管 韩力几十根银针 射入两人身体 青年和大汉醒来 想起店主没给保护 反而用引雷珠暗算 询问韩力后面发生的事情 韩力一本正经 坦白 自己躲过五色天雷 却被雷兽雷电之地偷袭 同样昏迷 两人要找店主理论 韩力修为低下 不想追究为忧 溜了溜了 韩力返回贵宾馆后 闭门不出 不停客药 巩固化神后期境界 同时参舞金哲诀 天蓬变苦诀 两月后 白币过来邀请韩力 赴金月之约 白币是白雷侄子 更是圣子之一 两人来到大厅 店中除金月三人 还有十长老 吃桌放着赤红匣子 过一会儿 白赤雷兰进入大殿 雷兰临时参舞法爵才晚来 金月听后没有怪罪 嘱咐二圣子 必须有人通过试炼 继承圣主之辈 两人成为圣子时间太短 若有其他族圣子阻挠 会有去无回 临时请韩力充当圣子 打辅助位 金月将天蓬之士 覆卷请出 石长老已反规 可解卷轴封印 韩力能在卷轴留名了 金月一幅木盒化火球 卷轴出现 金月一根羽赤 画金芒射入卷轴 石长老 赤须长老 和美副寄出一根羽赤 卷轴展开 书卷红光闪动符号翻滚 卷轴顶端写着天蓬之士 红光里是密码人名小字 有石约内容代言文字 金月让韩力用精血署名 而且用真名不能用小号 否则被石约反噬 盖不负责 韩力食指画出小口 逼出一滴精血 卷轴空白处飞快签名 韩力感到原神被触碰 这天蓬之士 果然有点东西 将来天蓬族长老 也不会过河拆桥 韩力写好后 金月施法 收好卷轴 接下来 赤须老者向韩力三人讲解 低渊试炼 注意事项 几日后 几只雪白巨鸟 飞出圣城大门 韩力端坐其中一只巨鸟身上 三月后 飓风顶广场四周 站着百余名 带翅飞灵族人 武光族 天蓬族 和赤戎族 圣子抵达 离巨峰 百里 几十头巨琴飞来 金月和师长老带队 天蓬族 圣子 助长老带队的赤戎族 圣子 邱夫人带队 武光族 圣子 这时走出十名 来自各族联席长老 都在寿缘不多时 加入长老会 自动放弃 原族身份地位 金月和助长老 上前建立 合体中期老妇人 让大家不必见外 其他长老 都在玉皇顶 恭候各位 那圣子失恋 即将开启 那么认为 韩丽会通过 圣子失恋的请选一 认为 韩丽会被队友 特类失败的请选二 那无聊选择体育增加了 韩丽在 低缘失恋中 又会发生什么呢 金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不计收藏过千 咱们下周五 继续干凡人